慈濟東港聯絡處的輔具倉庫 慈濟志工頂著大太陽 將電動醫療床搬上車 宋愛任務啟動 蔡子妖的母親因為洗腎 身子非常虛弱 之前總是躺在客廳 家人照顧她經常因失利點不正確 而腰酸背痛 志工這一趟來 幫了他們解決大問題 她根本是躺在沙發上 然後現在改成應該會比較方便 她有那些工人 對那些臥病菜種 長期無法自行處理 那種也還挺不錯的 家住芳寮的林阿嬤 最近也為中風多次的先生 向慈濟申請便盆椅和輪椅 沒想到才剛申請 志工就把她的需要送到家 她要送這個 我說多少錢 我來這裡沒有錢 她說不用錢啊 我來這裡一百塊而已 這樣很好 這會用一次 經常問人家又花錢買 看到老人家病者 他們有數學所長的休息 讓他們能讓我們穿個口 家宿如果要再需要的時間 我們可以順便給他們 他讓家宿很溫馨 志工的服務不分情語 也不分遠近 只有一個心念 希望有需要的病患和家屬 能得到所需早於康復 打開新聞 這是我們巨公 廖玉如 陳勝利 戴敦人 葉敬鴻 屏東報導 我去死 人家 要 去死 到 很多